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帖的朋友也挺多 几十位 在这儿咱们就因为时间的问题 希望今天在另外一期节目当中 我们在谈电影云图的时候 希望能够跟大家分享 应该说很多事情的对等的变化 我觉得云图那个电影最好 它的优点 我个人认为 它意识到一个生命之间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第一个 第二个 真相 这是云图当中提到的 第三个 今天你做的任何事情 无论你是谁 对吧 咱不好说 说不说具体人 就是我在我的节目当中说 你是李克强也好 习近平也好 无论你是谁 你官大得不得了 没关系 但你是个人 云图的整个电影讲的 在历史的过程当中 在人与人之间的过程当中 始终是恶势力与正势力之间的冲突 而恶的势力就是有备于自然的法则 有备于人性善良的一面 基本就是这样 只不过他没有找到最终的归宿而已 所以他电影的结束是对家的迷失 他没找到家 这个电影最后结束是那么结束的 但是他动用了世界上 他说那个电影里面的演员 曾经有资格进入到奥斯卡金像奖 最后的这个评比的过程当中 大概有六十几个 六十几个项目 曾经有这么多人次 曾经拼搏过奥斯卡金像奖 男女主角都是奥斯卡金像奖的获得者 我们回头跟大家说 所以我只是借这个题目讲 人的历史就是善与恶自始至终 一种博弈的历史 而人的历史在善与恶的博弈的过程当中 往往善的一面我们看到是吃亏的 恶的一面是成功的 而这恶的一面呢 往往是握有权力的 有才有势的人 但是呢 从轮回转世上说呢 他的生命就惨了 而那轮回转世当中的生命 指的是人的灵魂 真实的生命 而这块肉呢 就像衣服一样 那因为李克强跟这个习近平已经上台了 全面上台 我们可以看到有篇文章直接讲 这是习李时代的开启 江泽民时代的结束 自然大家讨论比较多 网上有篇文章这么说的 李克强谈利益集团 再深的水也要汤 听起来是个坑墙有力的 从朱镕基到温家宝到今天的李克强 他们三个人最大的特点 他们三个人是技术官僚 身为总理 但他背后有一个总书记 他们有想作为 但是他们必须依靠他背后的总书记 文章讲说 在这个李克强回答记者问题时呢 表现出非常的随意 非常的精准 非常的这个有智慧 那他讲在他的回答提问当中呢 主要涉及到政府改革反腐败城市化 那这是他主要城镇化的做法 是李克强提出来的 那有朋友就给他列了几条 李克强的雄心壮志 第一条 机构改革要有壮士断腕的决心 第二条 特困群众的生活要由政府兜底 第三条 当官要断发财梦 第四条 政府要过紧日子 约法三章 第五条 我为中国利益工作 第六条 让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第七条 让民规则代替浅规则 第八条 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第九条 行大道 民为本 利天下 第十条 在深的水 也要烫 我觉得对我而言呢 我个人觉得他说的这个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 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我个人承认 非常倒霉 为什么呢 其实利益本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环境 灵魂是何物呢 灵魂与道德是紧密相关的 当一个整体的社会 道德已经不知道底线在哪了 当黄埔江上油满了跳水自杀的猪 没人说 政府到现在也不说 说那猪 说是不是病猪 没病 没病的几千头猪 几千头猪 熟就下去了 就从这个猪 熟就进到水里去了 本身就是病 是不是 所以有网友就留言说 李克强你不要说这些 如果你在记者会上说 黄埔江那个猪 限三天 咱们查出来从哪来的 你看那是啥成帅 就是你说这句话 嚷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 你都不用甩膀子 你就一抬手 三天给大家答复 所以在我看来呢 他说了十条 大家记得朱镕基当时怎么说的 一百口棺材 九十九个给他 一头一个棺材给我 结果呢 匹匹柴烧火了 自个儿那棺材也匹匹柴烧火了 没办法 为什么 这个体制 但是呢 我们只能说 到了今天 人家确实有这样的想法 有这样的做法 平常不闷声 一句话都不说 今天大权在握之后 哗哗哗说出来了 咱们就拭目以待 那人李克强说完话 同时间办了另外一件事 深圳原副市长梁道行 因伪纪被开除党籍 中共媒体报道说 他因为严重伪纪而被开除党籍 已经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细节讲的挺简单的 他说 那梁利用职务之变 索取他人财物 收受他人巨额财物 为他人毛取利益 那63岁的他是深圳人 已经退休 02年出任深圳市副市长 党组成年 09年因为年龄原因而辞职 02年是深圳市副市长 那今天2013年 把他移送到司法机关 02年是十六大 02年是胡锦涛温家宝上台 江泽民垂帘听政 把原来的政治局常委的七个人 扩大到九个人 主管宣传的和政法委书记 进入了政治局常委 就把这个胡锦涛跟这个温家宝 变成了傀儡 这是前后对等的年 而他讲说02年 他出任深圳市副市长 而抓他的原因是说 他在深圳市任副市长时 如何如何如何 是不是江泽民 是不是这个习近平矛头 冲着江泽民去了呢 可能是 可能不是 这期节目刚跟大家讲了 很多朋友在Facebook上留言 跟大家分享一个朋友的留言 我觉得很值得分享 那现在看到的是涛哥的Facebook 好多朋友留言说 这个找涛哥在Facebook上有点难 搜不出名来 那个是我的过错 忘了跟大家说清楚 你找石涛TV 你就可以找到 这个朋友呢 上来是这么讲的 他说 涛哥您好 非常感谢您能够加我 他说我是从大陆翻墙来看涛哥的 最近忙着正在考博士复习 博士生 加上网络收得很紧 他说不太方便能够留言 那今天呢 就等于草草的留一点 他提到说呢 我是大陆一名的 支持大法信仰自由 同情大法弟子遭遇的这么一个人 他说但是呢 我自己没有缘分去修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人 01年翻墙 他说当时呢 看到涛哥的节目不太适应 但是看过九评之后呢 他就很快的接受了涛哥的观点和看法 已经发展到今天 一天看不见涛哥呢 有点想念的味道 他说我不是修炼者 但是我理解大法弟子 而他最后文章是这么讲的 他说非常希望大法 他这里指的法轮功了 能够早日回到大陆弘扬 神韵艺术团 能够早日在大陆 能够绽放出他绚丽的多彩 也允许我发自内心 充满崇敬地说一句 法轮大法好 真善人好 他自己声明 他自己不是一个练功的 也对法轮功本身 他可能也不是太多的了解 但是呢 这是一个朋友 看过节目之后 他有这么一个感触 非常多的 当然也有的朋友就说 甚至就在我Facebook上留言 他说我不太理解法轮功 我认可涛哥说的 但我不太理解法轮功 曾经也提过很多的 相关的一些 他的疑问 他的内容 甚至他的指责 这些都有 我自己的看法还是那样 没问题 朋友们把自己的想法拿出来 我们是这么一块地方 这么一块自由的空间 这么一个自由的时间 唯一的就是跟大家讲说 我们不去针对别人的 个人的信仰和个人的具体的人 去品头论足 去甚至一种 用自己不理解的说法 去对别人的信仰不尊重 这是不好的 这是不好的 但是我们可以讨论 我们每一个人内心中 不理解的 甚至不接受的 甚至有强烈反对的东西 这没问题 所以这也是我们 对我们每一个个人 做人的一种素养的一种考验 我个人从我自己师父那儿 学到一点 要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 去想问题 要能理解别人 如果按照我能理解的 一个我们普通人的话 尊重别人 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 独裁者在国内的 这种权力的环境当中 握有权力的人 才会高高在上 最终被权力给弄死 所以这就是我们看到的 一个场面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